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一个要讲的网站是我个人真的还蛮喜欢的 他们家的设计啊还有价格我觉得都正好 就是它的质量跟它价格是匹配的 不会说overpriced 这个网站就是pixi market 在他们家买东西好像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当时也是朋友介绍 然后他们家走的路线都是那种很鲜的路线 特别是夏天的衣服 我感觉他们家衣服也不是特别挑身材什么的 就你可以看到他们网站上选的那个颜色 就是一些毛衣啊都是那种糖果色 你知道吗就是baby blue啊baby pink啊 有一些淑女的感觉吧 好那首先这一趟买回来 我觉得自己最喜欢的这件衣服就是 之前我做了桃子盘那个video的时候 有穿过的这一件就是这样子的高领 然后是一件白色的毛衣 比较粗大的那种针织型的 然后是整个都是白色 但它会有这种拉黑色的边边 所以让这个衣服看起来比较有时尚感一点 不是很单调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除了我很喜欢领子这边 因为它这个领子的高度 我觉得正好就不会有特别高领 然后显得脸很胖的那种感觉 它是稍稍有一点宽大的一个中领吧 它袖子这边就是宽宽大大的 就很鲜的那种 下面是这样子的两条绳子 你可以把它解开或者是绑成蝴蝶结 散在这边会稍稍看起来有一点点邋遢吧 但是季虎蝶结的又太可爱了 所以我有点纠结到底怎么办这个袖子 它袖子这边也是这里有一个cut 这样打开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 那Pixie Market我感觉他们家 网站好像是有carry一些别的牌子 就是可能稍微小众一点 就没那么普遍的那些牌子吧 然后这个衣服它是有自己的designer 叫做English Factory 如果你在他们家买过衣服 你知道他们家e-tag这边写的是Pixie Market 对 对 下一件 那下面这件呢就是比这件来讲 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扎 但是我有给别的朋友穿过 他们说这件超舒服 就一点都不知道 应该是个人问题 我第一次穿这个衣服的时候 我老公说 你是谁啊 不是很像我的风格吧 因为这里真的是太可爱了 全都是Ruffles 你看到吗 然后是那种奶蓝色 Baby Blue 它这个前面的就是花边吧 这是一圈呢 就不只是前面有 啊 你看背面也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很少有这样子就是很嫩颜色 很少女颜色的衣服 质量蛮好的 就是完全对得起它的价格 你们可以去看那边的价格 其实不贵的 就还有官网上价格 然后衣服的质量真的还不错 像我等一下要讲的另外一个网站 那个衣服的质量就有一点点了 那什么了 这衣服也是那种很新亮的少女色有没有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还蛮长的 我觉得这衣服很好看 然后它袖子呢 是这样子宽大的 就其实跟刚刚那个白色的毛衣是差不多的 但它更加大一点 就是你走起路来 会两个袖子甩清风的那种感觉 这衣服呢 其实是就是刚刚那几件毛衣里最贵的一件 但这衣服对我来说是最扎的 不过它不是紧身的嘛 所以我是可以在里面穿一件T恤啊 或者是穿背心什么的 说它的袖子我很喜欢以外 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 显白显嫩 然后它领子的设计也是那种 到这里就是 是高领 但它是松的高领 就是宽宽的这里 穿起来 从脖子那个地方看过去就是 感觉这一块就是很有质感 比较长的嘛 中间有一个分开的地方 觉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知道很多毛衣是有一些厚嘛 然后如果你想把它扎到裤子里 它会就肚子这边会一坨 因为它比较厚 那这个毛衣它其实是很薄的那种质地 你看 所以你如果把前面扎到裤子里啊 就是完全不会起皱 或者是看到你肚子就是被扎进去的那个地方 是一坨的那种迹象 下面一件Pixi Market这件衣服 是之前我放到Instagram照片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这一件 是这样子的一个衬衫 不算很长 就有些衬衣是很长很松垮那种 它不是的 然后它的袖子是很宽大的那种 也是一样 就我觉得他们家好多衣服 好多衣服都是袖子很大的那种 这一波买下来应该不会再买其他的那种 大袖子衣服 我买太多了 在买衣服的时候还有一条这样子的丝带 就你可以这样子围在脖子上 那心灵手巧的朋友 可以把这个装饰继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那我就不太会嘛 所以我就只是在后面绑了一个 然后呢把这两条袋子甩到后面 就这样当一个宽的choker 这件衣服的版型呢 它不是那种就是纸板的 它下面是有一点点放大的那种 所以你可以把它不扎到裤子里 或者扎到裤子里都挺好看的 穿上去也是感觉非常舒服 Pixie Market总体来说 除了刚刚那件最贵的 反而在我身上最扎以外 其他的衣服真的都很舒服 好那最后一件Pixie Market的东西 是一条裙子是这样子的 就一看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裙子 它是有一个wrap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小结 这算什么色土黄吗 别看就是在镜头上看起来很暗 它上面配上很鲜艳的毛衣啊或者hoodie啊 都很hold得住 就越是这种暗的实色 越能够hold住那种很鲜亮的另外的上衣 你从正前方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前面不规则嘛 因为它这边有个结啊 所以左边比较短 右边是比较长 哦我拿了一条我之前买的Zara的 就是跟刚刚那个基本上是同款的一条裙子给你们看 比较一下质量吧 就Pixie Market质量真的还不错 你看Zara这边就基本上跟刚刚是一样的哈 就颜色不一样 它里面是很单薄的就没有内衬了 Pixie Market里面有衬裙 而且衬裙还蛮厚的 下面一个网站它的名字叫做Shein 那这个网站的衣服质量跟刚刚比呢 是完全不能比的 这么形容吧 就是它的质量是淘宝的质量 或者是Forever 21的那种质量 当然价格也是Forever 21那种很便宜 一件衣服十几块钱美金的那种 那这次寄过来的衣服里呢 有几件是质量很差的 所以我那些就已经不想跟大家说了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我觉得质量还OK过得去的 首先呢 是这一件粉红色的 十几块钱 来十一十二十三美金一件那样 就它们家的网站衣服真的很便宜 就是这样子针织的毛衣 那这衣服我觉得好看的地方 是它下面左右两边 你看 就都是破洞的 看起来比较没那么无聊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上身的话 因为它这里袖子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design 就是它这里有一个cut 然后这个前面领子呢就是V领 这件衣服呢我觉得质量比Forever21好一点点 可以达到H&M的质量 我个人是觉得Forever21的质量是比H&M要差 第二件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介于Forever21跟H&M中间 它就是这个样子 是Olive 君绿色 这是它前面出彩的地方绑带 像鞋带一样这样的花花花绑下来 本来是个V领嘛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调节这两个带子的长度和大小 可以露一个尖啊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露嘛 就是正常当一个V领的毛衣穿 那下面一件 这件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有一点薄 然后我本来想说这么薄的话我就在家里穿好了 但是我还蛮喜欢 所以我有穿出去逛街 上次去Yorkdale 我有碰到我的Subscriber 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看我的视频 我就穿了这件衣服 你记得吗 嗯 这件衣服呢就是一个Hoodie 黑色的 特别便宜 就我每次在讲这个网站 实在是忍不住说它真的很便宜 这边啊就是有一个眼睛在这里 上面有一些Soft毛啊 不要介意 然后它袖子就是我买的是很大的号码 我会把我今天所有衣服的那个大小都写在下面 你可以去看 我就不一一的拿出来讲了 然后它背面是这样子写的那种 一段很长很长的文字解释 什么叫Hoodie 其实是仿Vermont的 所以这个网站的确是有一些衣服是仿大牌 如果你对这方面比较uncomfortable的话 那也可以去避开那些衣服吧 下面呢我要讲一个质量非常差 我不知道说什么的裤子 你们应该在我旁边就是放的视频里 你会看到我有穿这条裤子去搭一些别的衣服 这个裤子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千万不要买 就非常薄耶 然后我才穿了一次哦 就已经破了 如果你真的要当一个regular wear 然后每天都去穿 穿去学校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这半年都经常穿这些衣服的话 我建议是不要去那个网站上买 然后呢你要是买这种好玩的衣服 或者是想试一试的话 最好是看它的ratings 就很多人会评分嘛 选那种说这个衣服质量比较好的 因为我感觉它的衣服 就是质量还是比较不均匀 不平均吧 最后一件呢就是 刚刚我有讲过我Christmas vlog的这一件 这件好像也是仿self portrait 但我真的觉得这还可以 然后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买了一件好玩的 这件衣服是在那个网站上 已经算是那个网站的法拉利了 它这件衣服是40块钱美金吧 就在那个网站上已经是很贵很贵 那它中间就是没有抹胸的嘛 我那次vlog里的抹胸是自己加进去的 不然中间就是漏的 最后还有两样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都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 啊 这绣花的高腰牛仔裤 然后下面也是那种比较松腿的 但不是很大腿哦 它还是会帮你把腿的形状给包起来 但不是说贴在你的肉上那种 然后我买的大小是W28L30 我觉得大小还有长度都是正好对我来说 我172如果你不知道我身高的话 然后我平时都是穿25 我每次topshop他们家裤子 我都要往很大的号码走 它的这条裤子我喜欢它原因是因为 它那个绣花啊 我平时牛仔裤就是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点松的牛仔裤 都是那种破洞破的那种 家都不认识的破洞牛仔裤 我是觉得哎这也好淑女哦 就很女生配搭衬衣啊 或者是那种秀气一点的毛衣都很好看 所以我就果断买了 买了以后我就更喜欢了 因为很舒服哎 质地也是很厚的 就跟刚刚那个就差很多了 对 非常高腰的 所以弦腿长 长长长长啊 然后它的那个绣花是 从上面一直绣到下面 然后前面也是 跟那个Gucci的那支 Dionysus那支包很搭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搭 然后我穿它的裤腿这边 一般就是玩起来一格 因为我要再晚上去一点的话 我会露出那个小腿的肌肉 我觉得很好搭衣服哎 就是什么衣服 因为它是高腰的嘛 所以什么衣服你把它往里一扎 就整个看起来很有型 这样说可能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是真心觉得 这个裤子配UX都很好看的 那上一次我在录这个穿搭的时候 你们都说哎呀你穿的好冷啊 因为没有放羽绒服嘛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看 我近期购乳 然后也是很喜欢的羽绒服 我之前之所以没有怎么穿羽绒服 是因为羽绒服 You know 都是Canada Goose 还有Mount Clear这种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 就是美感可言吧 所以没有必要就拿出来去搭衣服嘛 那这件羽绒服呢 真的很喜欢的 然后我跟你说 我有穿它出去很多很多次了 现在我们的温度是 最冷是零下六七度这样 我有试过穿一件短袖的T恤 然后我在穿这个 真的不怎么冷哎 But don't take my word for it 因为我本身是那种不太怕冷的人 自从做瑜伽以后 我整个人就是比较 就感觉一直都是热热的 那这羽绒服 我真的好喜欢 你看它前面 我穿的身上给你们看 它前面是这样子 有一个古丁一样的东西 是黑色的一块大布 大布怎么那么土 然后上面写的是 就是 No gods No glory 然后 哎呀我刚刚有讲 就是top shop嘛 然后后面也是 这样 Not interested 我非常喜欢的这件 然后这件又是 今年流行的那种短的羽绒服 然后又是比较 baggy 就是松松垮垮那种羽绒服的那种感觉 你看就是 你在室内的时候 热的时候嘛 你也不要把它脱掉 你就把它炒成这样 就很好看 那如果你要把这件衣服 跟mon clear啊 或者是goose这样比的话 那它肯定是薄很多的 因为毕竟价钱在那边嘛 是top shop大概250加币吧 我记得啊 我不是很确定 我会全部都写的下 希望这件衣服都还有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就是你知道 一般穿羽绒服 出去会整个人觉得自己很丑 但这件衣服是我觉得 我穿上去我就 走路很带风的那种 很带感的感觉 好那今天所有的服饰呢 就到这里了 最后我想再给大家看 我之前影片里面 戴的一副墨镜 就是这个红色的墨镜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 单独拿出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那个颜色 就白色和蓝色镜片 那个我觉得一般 但这个我很喜欢 因为很基地有没有 有没有 我不知道我要跟着他 买东西买到什么时候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墨镜 如果你有兴趣要买的话 我想讲的是 它 就你知道很多墨镜 它虽然外面是红色 但里面是有tinted 就是黑的吧那种 那这个墨镜 它里面好像没怎么tinted 所以看出去的世界 都是那种偏红的 如果你只是把这个 当做一个很酷的装饰 像我一样的话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吧 在墨镜里是60块钱 然后质量什么的 我觉得都不错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近期clothing try on 好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呢 今天我视频有没有那个角度 跟平时不一样 因为我是从上往下 你们会不会脖子累啊 因为今天那个要给你们看这个衣服嘛 衣服很长 我要是太大了 ok anyways 你们懂了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